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下牡丹花的画法 第一步先画一个圆 就是固定画这个大小和位置 然后呢,再画第一个花瓣 然后是侧瓣 中间呢,就是画的花蕊 然后根据中间这个主花位置 然后把花瓣分出来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 自己的想象 然后这个花瓣怎么安排合理 怎么好看,怎么去画 因为这东西没有固定的 只要看着顺眼舒服就可以 这个朵朵花 基本上主花就已经画完了 然后呢,从主花底下伸出枝干 一般牡丹花这个枝干 这块是分个叉 这样 然后呢,可以画花叶 花叶一般简笔画的牡丹花 就可以画三半就可以 接下来呢 从这个组织上可以分一些侧枝 侧枝 这块可以画一朵花菇 然后呢,这是花叶 然后呢,这是花叶 这是一个小花骨 基本上这边侧面的构图就是完成了 然后呢,这个枝干 可以延伸出去 这块还可以画一朵牡丹 小一点 发叶 这样呢,整体构图它层次就会明显一点 因为它整体都是顺着这一个角度 延伸过去 然后现在呢,可以加一些草 让这个孵化呢,更凌冻一些 接下来呢,就是山 大家可以画这个简单的圆伸 因为一开始很简单 先学一下这个圆伸就可以 后续我会教大家更多一些别的画法 这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 这个是圆伸 然后画一些小草 然后可以在上面画一个护点 现在我们开了 我们再拍招的时候 呢? 我们再拍招待 这幅画基本上整体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完成的效果 这种大线条的运用起来画的比较简单 入门会快一些 喜欢画画可以关注一下 我每天都会更新一些作品 下期再见